吉安湘浩克艺术村在8月份推出了 陈福堂摄影各展 抓住荷花自然生态之美 展出40件精心拍摄及得奖作品 乡长游淑珍感谢陈福堂 用专业技术增添花莲的艺文精彩 也欢迎乡亲要把握机会 前来浩克艺术村 欣赏陈福堂他的近战作品 吉安湘浩克艺术村在8月份推出 陈福堂摄影各展 抓住荷花自然生态之美 展出40件精心拍摄得奖作品 乡长游淑珍感谢陈福堂 用专业技术增添花莲艺文精彩 荷花生态自然之美 尽收在吉安湘浩克艺术村 精彩的暑假 我们看到了荷花的美 以及瓢虫蜓蜓的自然翱翔 尽收在陈福堂老师的个人特展里面 希望大家8月来到浩克艺术村 享受不一样的夏季 暖暖的一个温情 跟灾后的一个温馨 尽在浩克艺术村 陈福堂热爱摄影书法和雅实创作 以新耕福田深耕花莲为目标 拍摄荷花移情养性 陈福堂希望透过展览 分享每一张作品拍摄时 剎乃及永恒的感动 也期盼民众在参观摄影展之后 可以更珍惜爱护自然生态 结合荷花 然后有蝴蝶 瓢虫 还有这个春相 还有一些 这次也有结合 有导影 然后也有这个 我们相机的重复曝光的使用 就是有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 早期的话大概都是用 比较属于那种黑布景的那种 让花比较侧逆光的方式 让花比较能够通透 然后主题比较明显 我是比较喜欢生态 所以就会结合 那个瓢虫 春相 有一些蝴蝶 就可以在上面 然后就增加它的元素 还有就是说 比较有亮点 而且也可以寻塑 我们花莲生态的自然是比较好的 陈福堂摄影各展 抓住荷花自然生态之美 展期直到8月29号 欢迎详细把握机会前往 吉安浩克艺术村来参观欣赏 介络会吉安相报道